对你而言,自然是什么呢? 对我而言,自然就是好好生活,好好吃饭。 让自己的身体、情绪和自然共振, 用最温和的方法,找回内在的稳定。 我是彭文雅,有中西医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博士。 我是一个有西医背景的中医师。 我曾经上过三十多档节目, 出版过十多本中医书籍, 举办过各式各样的讲座, 一直在分享如何随着自然的节气, 透过料理、呼吸、运动、调理情绪, 让身体更健康。 这门课程是我以二十年的中西医专业背景, 结合当令食材与中医药材, 提供这个节气当下,身体最需要的料理。 无论是春季的时髦早餐, 葱味菠菜宝, 还是秋冬的点心香蕉锅饼, 都是我针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, 所开出的料理处方签。 我还会教你如何疏通身体紧绷的方法, 透过穴道按摩, 可以让你的经络更通畅, 气血循环更顺畅, 可以消除压力带来的肩颈僵硬, 浅眠多梦及体力不佳的问题。 我会顺着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, 告诉你最适合的生活起居, 以及情绪条理的方法, 透过五个章节, 两百四十分钟, 以科学的方法, 了解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的应用, 让你可以从内而外, 身心灵都能平衡安定。 课程中,我设计了一日24小时练习表, 透过一天24小时, 对应一整年24个节气, 每天每天不间断的日常练习, 就能够让你慢慢地启动身体自我疗愈的系统, 打开内心的觉察, 找回安定的身心灵。 人体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, 人体内的脏腑、情绪与心智, 和大自然及四季, 有着和谐共振的关系。 让我们在这240分钟, 透过老祖宗传承的智慧, 科学化的应用, 认识中医的身心灵养护系统。 我是彭文雅, 我在成品慢日疗愈所, 让我们一起顺着自然的节气, 好好吃饭, 好好生活, 一起找回身体、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共振吧。